我这个人呢 从来也不信神仙 但是反正我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来到这个世上的 如果真有神庙的话 麻烦你派个使者下来一下 你要是给我答案 我就给你个面子 信你一回 时速报销 你考虑一下 你是刺客吗 应该不是吧 那你是神仙派来的吗 你怎么知道啊 是神仙 不是 你这次要敢骂呀 爸 我很不容易在里边 摊我一件饼 睡会儿觉 你不是要抢我的刺子的吧 你放心 我不会 你冷漠了 你冷漠了 没事 吐着吐着就习惯了 吐着吐着就吐习惯了 那就行 借我得给你造下来 我借可是个好东西啊 Vivo X30系列 无这首级 拍照六十倍边角 可以拍得特别远 特别清晰 不信的话 你站那儿别动 姐爷们儿 怎么看着不像好音呢 拜拜了 您妹 别想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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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主持公道啊 哪来的声音 让我用六十倍边角 来看看这个音 你放心 我拍照的技术很好的 尤其我用了Vivo X30系列的 5G手机 还好 不错 不错 不错啊 太棒了 我拍照技术真是一般 但是这个手机好 相当清楚 相当帅 拍到了她的大眼睛 真的 我们看 我们看 非常清晰 隔那么远 六十倍啊 六十倍 贾玲这已经是第二次 演鸡腿姑娘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一次吧 我感觉自己走入了内心 就是 你拍宣传片时候 还走些是吧 没有没有 因为实在get不到 就是正版鸡腿姑娘的精髓 这可是贾玲今天晚上 第一次承认自己是盗版啊 好 好 来 李清 原本先来一个 来 来 来 李清 怎么演 跟腾哥吗 跟腾哥有点意思 跟腾哥有点意思 来一个腾哥 你演一个范贤 就是 范贤多好啊 小贤贤 不是 人还排二呢 万一真找我来呢 找你 你好可能也会撑我 腾哥 我跟你演一遍吧 哎呦 你看看 快点 我 我这这大长词 他都背好几年了 我现在 你就从 发出声音开始那什么 我说我说发出声音开始 对对对对对 拉着手了这是 做做拍演法 3 9 0 3 5 0 之後 2 3 3 2 不用看 腾哥 下刀 滑一泪血 进去了 你照照相去了 出来 出来 完了 姑娘 你不是刺客吧 应该不是 那 你不是天仙派来的神仙吗 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心里话说出来了 你不是神仙派来的吧 应该也不是 那你是 我们做姐妹吧 好啊 好 咱们重新演绎庆余年的下一题 端端出题吧 好 下一题就是考一下大家的即兴表演 在剧中的林婉儿跟斯里里都是半弦的红颜知己 但是他们在剧中的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那如果让斯里里和林婉儿有一场交集的话 那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争执呢 那么就由王牌家族跟我们秦云年家族的两位 做一个比赛 范贤在吗 你是 林婉儿 不好意思啊 弄你一身水 你就是斯里里吧 范贤来到北齐一直就在你这儿住着 今天我要把他带回去 恐怕你带不走他 其实我跟范贤呢 他已经私定终身了 跟你私定终身 范贤怎么可能爱上你这个花街柳巷的女人 看 这是什么 认识他吗 这是范贤他娘的玉佩 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 怎么会在你身上 我喜欢呀 所以他就送我了 这是我和他的丁秦姓名 撒谎 他说过 他的心里 装不下别人 他要跟我去流浪 永远跟我在一起 你走吧 他跟我说了 不希望你再找他了 好 如果你真的爱他 就请好好对他 范贤 你拜托我的事 我也都已经做了 他永远不会知道 你已经不再认识了 我知道 你想让他把你忘记 但我更知道 他永远不会忘记你 有你在 你会护着我的 等我从北极回来 咱们就成绩 这儿第二季的不行啊 真好 很简单的两句话 展现了演员 深厚的表演功底 我们来看看二皇子 最后一题要出个什么题目给大家 这道题准备给若云出 没有 因为在我们的戏中 还有一位 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 他在剧中跟若云 从来没有过对手戏 所以呢今天把他请到现场来 想让他跟若云演一段戏 那我们就把这位 要和若云搭戏的神秘演员 请到台上来 大家好 我是小范贤和奥林 老师 您不是中毒了 而是您舞得太狠 气血旺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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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范贤 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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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喊AXion 你就开始好吗 行 好 AXion 这要过导演瘾的 准备好啊 我们随时开始好吗 三二一开始 你 你是谁 睡在我家院子里 这 这不是小时候的我吗 我又错乱了 你是谁 我是未来的你 我是范贤 未来的我 对啊 我是 五岁的时候 你把奶奶最喜欢的金礼 做成水煮鱼了 为此挨离一顿毒打 到现在屁股上有一疤 还有 《红楼不是你写的》 是曹雪芹先生写的 最重要的是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看来你真是我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说 未来的我是怎么长残呢 咱能不提长相这事吗 那我问你 我们的梦想实现了吗 有的有 有的没有 对不起啊 我没能做到一世快活 人这一世啊 本来就有许多苦恼 理解 我还热闹 长大后的我 有很多朋友吗 不多 最好的朋友 也因我而死 长大后的我 童子江 童子江 我们曾经历世一生坦当 你做到了吗 没有 我欺骗了